哈喽大家好我是芒果 这期来分享这个小的夏日网格包的一个勾姿 那这个包包呢很实用也很百搭 我们夏天出门的话呢 装手机啊还有环晒霜这些很能装 它的整个高度有17公分 宽是16公分 可以直接这样子手提 也可以就是勾一条长的包带 加上长包带之后呢 直接用杯的或者是斜胯都非常的好看 这个款是我一共勾了四个颜色 有白色 橘色 紫色 还有棕色 用到的线材是这个7毫米的扁平纱 这种纱线手感很柔软 那勾出来的成品还是比较有型的 并且这种出线勾姿可以快速的出成品 像刚刚那个小包的话呢 我差不多勾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就完成了 所以呢 对新手来说一个不用担心劈线的问题 另外一个快速出成品也能够很大的提升勾姿的自信心 所以还是很推荐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勾姿吧 用到的材料是7毫米的扁平纱 以及6.5毫米的勾针 然后就是步标 还有两个金属扣 一个记号扣 那我们首先 锁边起针 左手绕线 右手持勾针 勾针 绕线一圈 接着中指和无名指按住这个交叉处 然后勾针绕线 带出线圈 这一针不算帧数 那我们拉紧一下这个线头 接着继续 勾针绕线 带出线圈 这一针我们称为一个锁针 这一针才是算一个针目 那接着勾针绕线 勾出线圈 这是第二个锁针 那我们一共要起21个锁针 每个微字形的针目算一针 一共勾之 21个锁针 好 21个锁针勾完之后呢 我们接着继续 要翻转支片 在导数第二针的这个礼衫 来开始勾针 礼衫呢 就是背后突出来的这根线 正面看是微字形针目 背面是一根这个礼衫 那勾针 穿过导数第二针的这个礼衫 带线出来 好 接着绕线 穿过两个线圈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针 做上记号扣 好 那接着继续 同样 穿过这个礼衫 如果太紧 稍微拉一下这个线圈 勾针穿过去 带线出来 勾之短针 好 这完成了第二个短针的勾之 那 这一行 我们要全部勾之短针 从第一针开始算 我们要一共勾之 十九个短针 那大家 可以按照这个方法 勾到 最后一针 也就是勾到第二十针 第二十针的这个针目里面呢 我们要勾之三个短针 好 第一个短针 第二个短针 第三个短针 好 这样子 三个短针勾完之后 我们翻转一下枝片 来勾下面的这一排 下面这一排 我们都是挑靠近我们的 这半边针来勾之的 勾针穿过 靠近我们的这个前半针 然后 这个线头 可以放在这个勾针上面 一边勾一边 把它隐藏在这个针目里面 好 这样完成第一个短针 下面这一排呢 我们要勾之十八个短针 十八个短针 勾完就剩最后一针 最后这一针 我们要在这个针目内 同时勾之两个短针 也就是在这个针目内 来勾一个短针加针 好 这样子我们第一圈就完成了 接着我们要做头尾的引拔连接 取下第一针的句号扣 穿过这个第一针的针目 接着带线出来 带出的线圈同时 穿过勾针上的线圈 这样子也叫短针引拔 好 接着我们开始来勾第二圈 先勾四个起地针 也就是四个锁针 这里四个锁针算一个长长针 也是我们第二圈的第一针 那我们在第四个锁针这里 做上记号扣 接着再勾两个锁针 好 那我们开始来勾花纹 方格花纹是三针为一组 前两针不勾 在第三个针目这里来勾长长针 勾针绕线两圈 接着勾针穿过第三针 针的这个针目 带线出来 这时勾针上有四个线圈 然后绕线穿过前两个线圈 再绕线穿过两个线圈 再绕线穿过最后两个线圈 一共回勾三次 完成一个长长针的勾针 那这样子也是完成第一个方格的花纹 接着同样先勾两个锁针 那支片这里呢 同样是前两针不勾 在第三针的这个针目内来勾之长长针 那这样子的话呢 两个锁针加一个长长针 这样为一组花纹 我们一共要勾之十三组 那大家自行勾之 勾到最后一组这个花纹的时候 然后我们最后勾两个锁针 那支片到这里呢 像两个针目 那刚好呢 我们跟第一针的这里来做一个引拔 这样刚好也组成了一组花纹 那引拔方法是勾针穿过 第四个锁针的这个位置型针目 就是这样子穿针过来 然后带线出来 同时穿过勾身上的线圈完成引拔 后面我们每一圈的引拔 都是按照这个方法来引拔的 那这样第一圈我们就勾之好了 那接着我们来勾第三圈 同样呢 第三圈后面每一圈都是同样 先勾四个起立针来算一个长长针 然后呢 我们在第四个针目这里做记号扣 作为一个算一个第一针 然后接着就是勾两个锁针 然后就在第一个长长针的这个位置上 我们也要勾之长长针 那入针方法是这个长长针 微字型针目中间来穿针过去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入针方法 那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这个长长针最上面 这个位置型针目针针从中间穿过去 穿过整个针目 好 然后带线出来 好 这样子同样是四个线圈 然后就是两圈两圈的回钩 回钩出一个长长针 那这样子我们的第一个花纹就勾好了 那后面同样是先勾两个锁针 接着在 这个也就是在这个长长针的这个位置上 从中间入针来勾长长针 后面都是重复第二圈的这个勾之方法 在每一个长长针的这个针目里来勾之长长针 然后中间是两个锁针的间隔 然后引拔的方法就跟我们刚刚上一圈的引拔方法是相同的 一共勾之五个花纹 接着我们就来勾包口的部分 那首先先勾一个起立针 接着在引拔的这个针目内呢 勾这一圈的第一个短针 好 这里做上记号扣 那接着在这个方格里面 我们要勾两个短针 因为我们刚刚是勾两个锁针嘛 然后这里就对应是两个针目 所以勾两个短针 那在这个长长针的这个针目这里呢 我们勾一个短针 好 这样等于一组发文里面是 现在是勾三个短针 那我们再勾一组 先勾两个短针 好 然后再长长针的这个针目 也是勾一个短针 那这样子我们这一圈勾完 一共是42个针目 好 这一圈勾完之后 我们做头尾的引拔连接 勾成穿过第一针的针目 大家先出来引拔 好 那接着我们再勾下一圈 同样先勾一个起立针 接着按顺序勾支五个短针 那这里大家就可以自行勾支 五个短针勾完之后 我们勾提手的部分 提手部分是勾锁针 一共勾24个锁针 好 24个锁针勾完 那接着中间间隔 10个针目 从这一针开始数一共 数10个针目 间隔不勾 那在第11针的这个针目里面 我们来勾短针 勾针穿过这个针目 这里勾支短针 从这一针开始数 我们要按顺序勾11个短针 11个短针勾完 好 接着勾另一边的提手部分 同样也是用锁针的方法 我们勾24个锁针 24个锁针勾完中间这里 也是一样 间隔10个针目不勾 在第11个针目这里 开始勾短针 那这里最后是勾支6个短针 好 6个短针勾完这一圈也结束了 那就可以断线了 接着我们要做断线引拔 把这针这个线抽出来 然后用缝合针 这个线先穿过缝合针 然后我们这个针呢 穿过第一针的这个位置型针目 穿过来 接着回穿回最后一针的后半边针 好 这样就引拔连接上了 很无痕 接着把线头隐藏在这个针目的背面 好 这样子就OK了 断线 好 那这样子我们的这个包身部分勾完了 那接着我们就要来勾两边的包带部分 那这个线呢 我们要留出包带三倍长的线 打比方说是一米 那我们就要留出三米的这个线头 比如这是包带的长度 那我们就要留它的三倍 这样子 那这是我们留出来的这个线 好 那从从中间这里开始来编织 把这个线穿过这个金属扣 然后勾针穿过这个线圈 好 这边这一根是我们线头部分 那这一根是我们原来的那个线 然后勾针 先勾一个锁针 那接着呢 我们继续把线头的这一针绕在勾针上 这样子 然后再绕线 同时穿过两个线圈 那接着又是把线头这一针挂在勾针上 再绕线穿过两个线圈 后面都是不断的重复这样的勾针方法 好 按照这个方法呢 就一直勾到想要的长度 那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这个包带的勾针 那接下来就要来做另一边跟金属扣的一个连接 好 我们把这个线头抽出来 抽出来之后 同样也是用缝合针的方法 那缝合针从金属扣后面往前回穿过来 然后再穿过这两个针目的半边针 好 那这样子再来一次 同样从金属扣这里往前穿过来 接着回穿过 左侧的这两个线圈 好 这样子就连接上了 连接上之后我们就要把线头隐藏起来 那首先呢 这两个线头给它打结固定一下 好 那接着我们把线 线头就隐藏在这个包带的这个针目里面 那个隐藏的方法可以绕着这个半边的线圈这样子 给它绕在里面隐藏 好 就这样 然后可以给它隐藏的长一点 隐藏完之后就可以断线了 那另外半边的这个线头 就是这根线头也是同样的方法给它隐藏上去 那最后呢 就可以把这个包带给它挂 扣在这个包身上面 那这样子我们的整个包包就勾置完了 最后可以给它缝上这个布标 我们来看一下勾好的效果 是不是很好看呢 你学会了吗 我是芒果 喜欢记得点赞关注我哟